你一言我一句 眼前白色上衣的司機 终于再也忍无可忍 因为转运站月台内 一名年长者喝醉酒 跑来乱 超大声的 已经露营了 年长者似乎连话都说不清楚 被要求离开也拒绝配合 让客运员工相当困扰 甚至连路人也看不下去 帮忙拍摄搜证 尤其当时不少旅客都在等车 看到这一幕也不敢太靠近 对此路人指出 年长者已经不是第一次杠上司机 至于最终员工也有报案 对此警方正在厘清纠纷原因 东森新闻又亚新红事情 台北报道